昨天在我們家對面覆開飯店 倒了 然後 媽媽昨天晚上就一直跟我說不敢回家 花蓮的鄉親大家好 辛苦了 我知道非常的辛苦 因為0403那一天 我也在花蓮 因為回去掃墓 結果遇到最大的地震 那一天真的是很可怕 感覺天崩地利 所有的東西都往下砸 往下掉 然後也有兩層很高的建築物倒了 然後我們家就是在公正街舊的公包隔壁 舊的公包隔壁也離甘管紅茶 其實沒有隔幾步而已 那其實心裡相當恐慌 但是因為父母他們的根都在那裡 所以他們那時候我也跟媽媽說 要不要來台北 她說反正正就正吧 然後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應該是很多花蓮人的心聲 因為這都是我們的根 我們是泡不去丟不掉 對 很多人都是死守在那邊 但是到昨天 昨天在我們家對面覆開飯店倒了 然後媽媽昨天晚上就一直跟我說不敢回家 整晚待在海邊 然後去朋友家住 然後交通也都斷了 然後當時的那個圖木工程技師就有說過 我們家就是下面的糧比較少 所以可能需要就是要加糧 當然我們也是趕快去聯絡這件事情 可是也直到遇到這種天災人禍 實在找不到工人 所以我們也是懇請說 花蓮市政府可不可以這個時候可以先用一個臨時的缸架 去架住這些老人家一輩子奮鬥的財產 然後也謝謝大家對花蓮的協助 災厚重建是一個非常漫長的路 因為921的時候 東興大樓 以前我念書的時候住那裡 那邊也倒了 經過了漫長十年的重建之路 所以其實有時候 當災情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也許是會看新聞熱點 但是持續後的也需要 所有所有的人民跟所有的人一起 來為我們一起重建 花蓮不孤單 我們都在加油